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文森老师 我们常常在做线上录影 会发现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们在做资讯类的教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因为操作的太快 然后学生呢 来不及看到老师操作的按键 那这时候呢 各位应该这一次可以发现 在我的画鼠的 我的画面的右手边 会出现这样一个视窗 那么当我在做操作的时候 它会显示有滑鼠的状态 显示滑鼠的状态 然后呢 而且会有一个文字的显示 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按了什么按键 接下来呢 如果我有做一些输入 你会发现这中间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键盘的输入 甚至组合键 都会出现在这个画面上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三个工具 首先第一个来讲的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这个会出现文字 就是你按键盘的按键 或者组合键的时候 会出现文字 会出现你按了什么按键的 这一个显示的部分 这个东西叫做QIPRESS QIPRESS 那么所以你上网呢 可以直接找一下QIPRESS 那么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那么所以你直接到这个网站上面 直接呢去搜寻 然后这下面呢有一个BASIC 就是基础版的 基础版的 然后右手边这边有一个下载 请你就把它直接下载回来 DOWNLOAD Lite的版本 下载回来之后 在我们的下载资料夹 在我们下载资料夹里面 就会出现这一个资料夹 那基本上它是 它是免安装的 QIPRESS是免安装的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 然后TZIP解压缩 按左键 然后 它的预设的密码是四个零 那就按确定 就会解开 那解开之后 解开之后这一个 QIPRESS呢直接点两下 ACCEP 安装好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先弄到旁边 右下角会出现这一个图示 那这个就是QIPRESS的图示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的设定 是不太需要去做改变 不太需要改变 所以你将它启动之后呢 将它启动之后 你只要在画面上 不管是滑鼠按按键 或者是键盘按按键 它都会出现在画面上面 有你按按键的显示的部分 那这时候你只要 如果你不想放在这个位置 你只要把它挪动 挪到看你喜欢放哪一个位置 就可以自己做决定 可以自己做决定 那这样它就已经启动 启动具备这个显示按键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第二个键盘的功能 在画面上会出现 这个浮动的键盘 那它是一个显示的部分 那所以呢 举例来讲 我在输入的时候 我的按键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它会直接出现我按的按键 甚至是组合键 组合键 它都会做显示的动作 那所以 方便我们在做教学的时候 能够让学生看到组合键的状态 这个东西叫做Noteboard 那这个Noteboard呢 就是各位直接 它是一个给OBS的一个外挂 那么可是它不需要用外挂的方式去做安装 那么所以各位直接Google一下Noteboard Google到之后 请你直接go to download 然后在这个页面下面这里有一个Noteboard1.3.0 把它做下载 下载之后 下载之后 各位直接按右键7zip 做解压缩的动作 解压缩之后 各位直接 我会习惯直接把这个 复制到 复制到文件夹里面按右键贴上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设定呢 因为它不需要安装 它是直接执行就可以使用 那么所以我会习惯 做一个捷径 建立一个捷径 然后把那个捷径呢 把它复制到桌面上 那么所以你启动的时候呢 你只要直接启动这个Noteboard的捷径 启动完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 启动完之后它会出现 一个小视窗 那这小视窗呢 你要在上面先按右键 然后基本上它必须先把那个keyboard 给漏得进来 所以你把它漏得进来 那这边有很多个keyboard可以选 那我们如果是一般的键盘呢 就使用normal normal的按键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 它这边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电玩游戏的 的一些按键 那我们就选这一个 然后选一般的绿屏的画面 那你看你喜欢选哪一个 那这个都有 可以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形状 那也可以有那种看起来像实体按键的部分 然后这个下面这里是滑鼠的状态 左键右键 好 那你选好之后按close 这个地方 这个视窗是不能取消掉的 如果你 你现在按的时候呢 它都会做显示 都会做显示 那 你如果把它取消或者缩小 那它就会没有 没有动作 那么所以我会建议你 我们会把它放在 如果你是要用OBS录影的话 我们会放在另外一个萤幕 所以我把它移到另外一个萤幕 那我们来看一下OBS的设定 那OBS设定这边呢 在我们会在场景里面增加一个叫视窗的截取 视窗的截取 那增加视窗截取之后 iz窗截取 那刚刚不是会有一个视窗 所以我们增加了视窗的截取之后 我们直接去选择 那个Nodeboard 的视窗 选择Nodeboard的视窗 那选好之后 在滤镜这里点一下 这边呢 因为我们刚刚是绿色的视窗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这里是绿色的视窗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要用去背 所以我们会选绿色 所以这边预设就是绿色 如果你不是选绿色的话 它东西还会在 那所以我们预设选绿色 它就会被你去背 那去完背之后 这个是键盘的透明度 所以你可以再对比一下 你的将来的设定这边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透明度是不是OK 所以你可以做一点选择 然后那个对比度 你可以试试看那个按键 有没有按下去 这个亮度OK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容易看得到 那设定好之后呢 就直接按关闭 关闭 然后这边 这个是位置 位置是可以移动的 看你要放在哪里 那当然因为它是在OBS里面的选项 那所以它变成是要在OBS开启的状态下 在OBS的视窗才看得到 看得到 那我们把它放在你 你的基本的显示器 显示器的截取的上面 所以它会摆在原本画面的上面这一层 那这样就会有一个键盘 那我在做录影的时候 那我做任何的按键的操作 它都会有 会有这样的显示 会有这样的显示 那但是你在正常的萤幕里面是看不到 看不到 只有在OBS的录影里面 它看得到 在这个OBS的录影里面 看得到你的按键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直播录影的时候显示滑鼠的部分 那首先请你到Google一下 找一下叫做Input Overlay 那这个是 各位会看到一个巴哈姆特的一个人家写的一个心得 那我们从这边进来 它就会告诉你说 它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做教学 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所以别人就可以看到它的游戏的键盘 还有滑鼠的使用的方式 那它的方法 它都写 安装的方式都已经写在这边了 那我们直接从这里去下载Input Overlay 那到网站之后呢 直接这里就有一个Input Overlay 4.5 那各位就直接按点选下载 那点选下载之后 在你的下载资料夹 就会有Input Overlay 4.5 那请你按右键 把它解压缩 给压缩 给完压缩之后呢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Input Overlay的资料夹里面 有两个资料夹是我们会用到的 那其中呢 第一个是Plugin 那这个Plugin里面的这两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Copy到 系统安装OBS的地方 把原先的这两个资料夹给盖掉 所以我们先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到本机 C的Program Files 这里面呢找到OBS Studio 这边你看有个Data 有个OBS Plugin 所以我们按右键 贴上 直接取代掉其中的档案 那么这时候你的OBS必须要是关闭的状态 那如果你正在使用中 他会不让你去做这个动作 那我就直接把它掠过 那各位记得要关闭就可以直接盖过去 好那再来呢 再来我们刚刚的那个 除了这个Plugin里面 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Preset 那这个Preset是用来设定 滑鼠的长相跟设定的部分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他做了很多的按键 很多游戏的特殊的键盘 那所以我们会用到的 只有这个Mouse的这一个 那所以请你把Mouse这一个 按右键7zip解压缩 我们只需要用到这一个 那我个人会习惯把它放在 一样刚刚那个OBS Studio的资料夹的位置 因为我们有用到 那但是他其实不用放在那边 那边也可以运作 好所以我们没关系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一样到本机Program Files 里面的OBS Studio 我直接贴上去就好了 好那这个Mouse里面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设定的地方了 好那这个就可以先关掉 好那我们启动OBS之后 我们启动OBS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overlay的视窗 就是 我们在原来的桌面录影之外 这原来的场景里面我们要增加一个叠加的视窗 所以请你按一个加 然后就选overlay overlay然后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他会要你设定两个档案 一个是图片档 一个是设定档 那所以我们直接浏览图片档 图片档就是我们刚刚放进去的Mouse 这一个 这个图片档 开启 然后对应的设定档呢 也是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选 那他这里有三个 这里三个呢 是就是那个滑鼠中间的那个图案不太一样 那我选第一个就好了 用箭头来代表我现在滑鼠的往哪边移动 按开启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滑鼠往右边移 箭头就会往右边 往左边 箭头就往左边 你按左边的按键 左上角就会亮起来 按右边的按键 右上角就亮起来 滚轮 一样往前滚 往后滚 按下去 都会有显示 那你按确定之后 这就会是一个叠加在视窗上面的 滑鼠 那么所以我把它找到我要放的位置 你比如说我要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把它缩小 那我把这个OBS窗拿走 各位 他就会出现在 其实就会出现在你要录的画面的右边 所以当你去做 点选啊 移动啊 甚至 拖曳啊 滚轮再移动 这边都会有 看得到那个滑鼠的长相 以上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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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